接下来看高龄就业 中国大陆一年里面老年人口的占比 是达到18.9% 如果长者是人才红利的话 那么退休再就业必须是一个社会风潮 中国成立了专属的长者求职网 在这个求职网里面 开出的薪资在人民币有到一万两千块钱左右 里面有素食店麦当劳真才 他征求50岁的女性 还有60岁以上的男性 到麦当劳做弹性的工作 高龄的就业现在成为中国大陆就业市场 一个最新发展的趋势 即便退休了八年 有机会还是能受到职场青睐 就在线上高龄教育公司不到一个月 招聘了书法绘画古墩多位讲师 其中大多数都是退休长者 我们发现其实退休的老年人做老师 和我们的学员这种交流会更加的融洽 他懂得彼此的这种状态 而且他讲的知识更适合老年人去听 退休再就业的案例还不少 还有这位时尚奶奶 穿旗袍上节目走秀 76岁的桑绣珠2002年退休 退休前她是电力工程师 谁也没想到退休后的她 参加模特儿培训 2019年和一家新媒体公司签约 成为短片网红 又收入又能充实生活 还有周围退休长者谢光燕 找到在微博写网络文章的工作 开启职业第二春 大陆人口高龄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 截至2021年 大陆60岁以上的人口有2.67亿 占全国总人口数18.9% 其中60到69岁 大陆称作低龄老年人口 占老年人口数的半数以上 因此大陆官方也力推 银法族再就业 甚至还成立大陆高龄人才网 也就是长者的求职网 新注册的个人用户 现在是超过5000了 新注册的企业用户 超过了110多个 这个企业用户 就是想招用老年人意愿的企业 求职网上开出的工作 包括养老机构设工 养老销售 养老院护士等 薪资约在人民币3000元到12000元左右 其中让人意外的 还有素食店麦当劳 征求女性50岁 男性60岁以上 实行弹性工作 提到麦当劳招聘的 都是招年轻人 大学生打 小事工的比较多 那么老年人也可以参与这个工作了 这样我们的结论 这样是在社会上的 从观念上来讲 社会观念的有个改变 除了官方的老年人才网 民间企业成立的求职网数据 从今年以来 55岁以上的求职者数量 同比增长了27% 刊登的职缺描述 明确欢迎退休人员的工作 同比增长33% 其中征求财务会计 医疗健康 出版编辑的行业 占据8成以上 在这些行业呢 岗位所要求的技能 规则都已经非常稳定了 唯一的变量 其实就是岗位的熟练度 所以部分招聘者 甚至愿意以更高的薪酬 来吸引这些退休人才 大陆官方强调老年人才红利 但另一方面 8月大陆青年10月率 仍打18.7% 推广高龄在就业 也引发和年轻人 抢饭丸的疑虑 甚至有评论抨击 大陆因为财政压力 将养老金挪用 在资金匮乏下 才鼓励老年人就业 但无论如何 退休再回到职场 显然成为大陆就业市场的 新趋势 TVBS新闻综合报道